紀廖聖天涵門運動四十四周年 追究六四屠城 截查隱瞞疫情 結束一黨專政 今日清明節 中國鬼國勿開 悼念離婚保漢肺炎的死者 中共為維持專政而隱瞞疫情 以致民眾受害 Ewatch環球 本該謝罪下台 更黃論自誇領導抗疫有功 便指不禁令我們免懷六四屠殺的死難者 以及犧牲於一黨專政下的抗爭先驅 四十四年前4月5日 亦時直清明節 民眾數以萬計混集於天安門廣場示威 爭取民主自由 爆發了四五天安門運動 成為中共建立政權以來 民眾首次自發公開大規模抗爭 運動雖遭清場鎮壓 中共近全國大舉 追捕示威者 但是 中國民眾 中國民眾 強棄造臣 擺脫盲目 庫庸中共 挺身為爭取民權 民主和法制 此伏比起 催女遭中共壓制 四十四年來 從未止息 八九海國民運 石破天驚 遙憾 一黨專政 儘管受軍隊血腥鎮壓 卻是肖恩於 七六年四五天安門運動 因自民眾於專制迫不下 不懈抗爭的結果 反近港人熟悉的劉曉波 李旺陽 也是情節八九民運精神 骨抗不備 堅持到底 再加上維權運動 與社會底層結合 雖亦一再被鎮壓 但抗爭之火依而不息 正如當年四五運動 傳重一時的廣場之所以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 人民也不是如不可及 尋望封建社會見鬼去白 一黨專政暗無天人 天災可怕人莫更甚 習近平上台後 鎮壓異己不絕 造神愚民運動 又重新再起 武漢肺炎爆發 獨裁政權隱瞞疫情 導致持續蔓延 過延全球 吹哨人李文亮醫生 知骨未寒 中國內地多名維權人士 因報道 亦批評保漢肺炎 失去自由 包括陳秋實於2月7日 被公安 抓去 所謂強制醫學隔離 直播保漢疫情 號召中國全民自救 反抗暴政的 武漢公民記者方斌 於2月10日 被當地 警方破門逮捕 以及新公民運動發起人 和著名獻證學者 許智永 於2月15日 在廣州被抓捕 其女友李喬楚 亦在2月16日發消息說 有人敲門了 然後失聯 因揭露疫情 而被無謂傳遙 所謂傳遙 被處罰的案例 超過350宗 另一方面 官方為替習近平淘枝抹粉 口徑一字唱好 不顧疫情 強行復工 隱瞞無病徵者數目等等 中共 繼續押制言論和新聞自由 制令病毒潛藏 發生遭殃 惡及世界 釀食人道災難 習近平威權 專政易以波及香港 縱容黑警濫暴 有論港人自由人權 摧殘民主法治 中共打手更在港 從斯文革故技 以發動保皇黨 勤力攻擊 規斗來剪除異己 押制言論和新聞自由 憑無啟作深常貪 身處艱難氣若紅 我們在此重申 人民不會忘記 追究六四屠殺 權力歸於人民 暴政終將敗亡 中共必須結束一黨主席 釋放所有政治犯 及因報道疫情 而被捕的人士 制止清明時節 我們除痛斥疫病死者外 更謹向六四死難同胞自愛 譴責菩薩人民的統治者 人民英雄永垂不謀 徒夫政權遺冊萬年 人民萬歲 民主萬歲 社會民主連接 公黨 2020年4月4日 2020年4月4日 越創越創冤獄 追究六四六殺 徹殺隱瞞疫情 徹殺隱瞞疫情 公審徒夫政權 公審徒夫政權 言論無罪 言論無罪 結社無罪 結社無罪 結露疫情無罪 結露疫情無罪 釋放王旗 釋放王旗 釋放徐民民 釋放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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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放政治犯 釋放政治犯 結露疫情無罪 釋放陳走信 釋放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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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束一黨專政 結束一黨專政 全力歸人民 全力歸人民